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那个大守护者 突然派人来抓我们呢 在人家睡得正香的时候 搞突然袭击 也太卑鄙了吧 那个女人身上 有种令人不安的气息 只却果然不会撒谎 等一下 里面有迎宗铁威 小心别惊动他们 八城是从其他方向 前来围堵我们的士兵 不要正面跟他们冲突 找找别的路吧 这道门 好像没法直接打开啊 你们看这个机关的构造 是不是有点眼熟 的确 在西路瓦的机械屋那儿见过 得抓紧时间破解 追兵就在我们身后 出道门没有开关哎 好像在那儿 有个怪物在开关附近打转 得先解决他 小心 还真的追来了呀 连蛮腹都设好了 被小看了呀 就算遭到了烈界的侵蚀 这里始终是贝洛伯格的一部分 是我们曾经的家园 铁卫对这里了若执掌 逃亡游戏结束了 放下武器 跟我回去吧 你真是死缠烂打啊 搞不懂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 让你一直追到这儿都不罢手 我接收的命令是捉拿你们 至于详细的罪责和判罚 裁判团会向你们解释 你昨天见过我们 还记得吗 那时我们是作为可可利亚女士的贵客 被招待的 一夜之间 这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也很难接受 守护者大人调查了你们的背景 他在昨晚召见我 说你们欺骗了他 你们的身份和目的皆是伪造的 意在破坏著成者对贝洛伯格的掌控 这老巫婆怎么人前一套人后一套 公开侮辱大守护者 只会让你们最佳一等 放下武器投降吧 多言无意了 三月 至少有一件事很清楚 现在我们绝不能被逮捕 既然没路可逃了 我就让他们见识下列车组的厉害 低头 罗尼亚大人 我来处理这些 邪徒恶党 这孩子 有点过于厉害了呀 喂 大航 快把你隐藏的力量用出来呀 你先吧 这 没意思 束手就擒吧 入侵者 我会确保你们得到公正的审判 我不是故意要破坏这个紧张的气氛哈 什么人 笑死我 我只是想说 桑伯绝不让帮过咱的朋友吃亏 瞧 我桑伯说话算话 他们会痛苦 会牺牲 会因我的命令而死 供应他们的并非死亡 他们会被活入新世界的墙房 那下层的人民呢 他们会失去著成者的庇护 他们会视我为 宝君 你眷过了 我们成为的世界 短残的孤节 换来永恒的繁荣 永明鉴定 我们尊重 我明白了